美國總統大選倒數一週 川普總統27日前往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州和內部拉斯加州 密集造勢 未來幾天 川普每天都有5到6場競選行程 到各搖擺州拉抬選情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行程 則相對輕鬆 幾乎每天只安排不超過 一個州的競選行程 27日川普從白宮出發前 被問到最近是否與習近平通過話 川普回應 就兩人上次交談 已經隔好一陣子了 至於要如何讓中共為疫情負責 川普則是賣了個關子 而先前川普也多次 在美國媒體專訪時提到 美國最大的敵手是中共 在川普的市政綱領中 對華戰略被排在第三位 主題是結束對中國依賴 共有5項內容 除了要把企業帶回美國等供應鏈移轉的政策 並明確要求中共對病毒傳播到世界各地負全責 不過在美國對外政策方面 拜登與川普的看法有著明顯不同 拜登在最終場辯論的一句 要讓中國遵守國際社會規則 也引發議論 相較川普 拜登的施政綱領 對華政策沒有作為主要議題列出 只出現在經濟篇和外交篇 拜登曾說民主黨將對中共操縱貨幣 竊取知識產權 及不公平的補貼採取積極行動 但未提及具體措施 還說要與其他民主國家合作 建立一個中共忽視不起的國際聯盟 但這聽起來很像是川普政府正在做的 有民調顯示 美國超過7成民眾對中共反感 也相當關注接下來的對中政策 在過一星期 美國選民即將在川普與拜登的立場 與政策之間做出選擇 新唐人亞地電視也恩姐編譯